OK 这是一个麦克风 但是它可以变形 哈喽大家好 这是波罗换聊有一期的视频 今天我们来聊聊这款科马 于今年1月所推出的 售价999元的枪式麦克风 Trackshot 先声明一下 这台麦克风是科马寄给我测试用的 但是我并没有收取任何的费用 也不是一期推广视频 所有的内容都是基于我个人的测试体验 大家可以放心观看 OK 回到正题 第一眼看上去 这款Trackshot的外观非常独特 跟我过去用过的任何麦克风都不同 比起大部分同类麦克风表面的海绵质感 Trackshot则更具这种金属科技感 它甚至还带有一个彩色的LED屏幕 来显示模式跟电量 顺便提一下 这款麦克风的充电口为Type-C 续航大概在20个小时左右 但是它最特别的一点 就是可以通过改变两个麦克风的夹角 来变更不同的用途 比如说我们将两个麦克风 都指向前方的话 它就是一个长得比较奇特的 普通强势麦克风 主要收集正前方的音频 以及部分两侧的环音音 而当我们将其中一个麦克风搬向后方 它就变成了一款可以同时进行前后试音的Vlog麦克风 那么如果我们把它的这两个夹角 调整为30度或者90度 这时它就是一款立体声或者才放弃麦克风了 你可能会问了 它的这么多种模式 到底只是一种宣传手段 还是真的可以适应不同的场景 来达到一机多用的效果呢 为了找到问题的答案 今天我就选用了几种不同的场景 分别用这款TrackShot做了一些测试 并且同时也让它跟Vlog用户中 非常常见的 价格为1500元的 罗德VidoMic Pro做了一些对比 首先我们的第一个测试场景 当然是指向型麦克风 最为适用的 也就是现在这样 正对着拍摄对象所录制的行景 OK 你现在所听到的内容 就是这款科马TrackShot直连松下 J15所录制的 相机内音频增益设置为-12分贝 麦克风本身的增益为无机调节 有10个阶梯 我们调为第三档 并且关闭低切 对于不知道什么是低切的朋友 简单的说就是通过过滤低频声音 来起到一定的降噪效果的功能 一般为了在前期尽可能的 保留更多的音频信息 我是推荐大家将它关闭的 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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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测试测试 OK 现在你所听到的内容 就是用罗德的VidoMic Pro 连接松下J15所录制的 相机内音频增益 依旧设置为-12分贝 因为这款麦克风 机身可调的音量增益 只有-20 0跟20分贝三档 所以我们先调为0 再在后期将音量匹配之前的测试片段 并且同样关闭低切 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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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测试测试 从刚刚测试中 我们可以听出这两款麦克风 都是可以完全摄入室内指 哎呦 室内指向性很强势的拍摄场景 但是在人身的数理细节方面 还是有所不同 在我的日常使用中我发现罗德呢 会稍微提高一些人声中的低频频段 让其更有这种电台广播质感 听起来非常的舒服 而科马呢则是另一种风格 各频段的声音都较为平均 更接近平时说话时的声音 并没有对人声有特别的优化 稍微呢缺乏一点点的个性 但是除了这种定点的拍摄以外 这款Trackshot官方宣称的其中一个卖点 就是下面的这个气垫防震架 从外观上大家也可以看出啊 这两款麦克风在防震处理上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这里我依旧是将它跟罗德的 VidoMac Pro在安装防风照后 做了一个快速行走式的防抖 以及防风测试 我们现在正在使用的是科马的Trackshot 今天室外是零下37度了 所以大家不三连支持一波吗 值得一起的是 这款麦克风的防风照是随机附送的 OK 我们现在是换上了罗德的VidoMac Pro 刚才洗到科马的防风照是随机附送的 那么我相信你也猜到了罗德的 则需要另外购买 官方的大概是300多块钱 所以总的一套下来 基本比Trackshot贵了一倍这样 那么你听出来他们的区别了吗 还不去带来了吗 回去再说 我的眼镜已经看不到了 我只是在外面待了10分钟而已 我的相机镜头已经误了 在这个侧热中 两款麦克风依旧都满足一般的收音需求 能够将人声从脚步声分身的环境音中 很好的分离出来 罗德在人声方面 依旧维持着厚重低频的高质感声音 但是仔细听的话 还是可以较为明显的注意到 走路时麦克风的震动声音 而科马在这点上做的也非常好 我完全听不出震动的噪音 所以由此可见 气垫底座确实不只是一个噱头 而是实实在在具有使用性的 OK刚刚的这两个测试 我们都还是将这款Trackshot 当作一个普通枪式麦克风来使用的 而接下来我们就要发挥它的电信功能 测试一些普通枪式麦克风 所不擅长的场景了 那么作为半个生活区画部 我在拍摄vlog时 经常会遇到一种场景 就是在跟人对话时 需要将镜头对向前方 这时一般的强势麦克风 比如说现在正在使用的 Rodder VideoMic Pro 就会很清晰的说到前方说话的声音 而对于处于镜头后方的对象 一般情况下就是我自己说话时 因为声源处于麦克风的后方 不在主要的收音范围内 所以收音就会又小又闷 就像这样 而这款Trackshot 因为有两个可以独立调节的麦克风 虽是能够同时对着镜头前的说话对象 以及镜头后的拍摄者的 并将前后双方的声音 同时输出到视频的音轨中 也就意味着 而在不需要进行任何特殊处理的情况下 镜头前后的声音 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清晰度与音频响度 而在实际的侧中 它也确实做到了我想要的效果 在前后收音的一致性方面 要远远好于VideoMic Pro这种单向麦克风的设计 那么除了以上几种 主要以录制人声为主的模式 这款Trackshot 还有两个很有意思的立体声模式 这里我们需要将两个麦克风 调整到这样30或者90度的夹角 并通过Mode按键调整为相应的模式就可以了 为了更好的体验立体声的效果 接下来这段音频 我推荐大家戴上耳机观看 是不是可以很明显的区分 从左到右的脚步声呢 那么对于这款麦克风的音质测试 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再进行最后一个简单的电磁干扰测试 同样是拿Trackshot与VideoMic Pro来对比 分别将其靠近手机电脑以及路由器 这三种平时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会造成电磁干扰的设备 在这个测试中两款麦克风表现基本一致 在靠近手机以及电脑时都没有任何的干扰迹象 只有在非常接近路由器时才会出现较大的电磁噪音 所以正常使用的话 90%的场景应该都不会有任何问题 OK说了这么多 我相信大家也对这款Trackshot有了一定的了解 虽然就音质而言 我并没有觉得它超越了我手头的VideoMic Pro 但是其独特的双麦克风变形设计 并且配备了3.5毫米坚定接口 时段无极音量增益 以及更加稳定的气垫减身价 所以在使用场景上 无疑是补足了音质上的那点差距 让这款Trackshot成为市面上千元麦克风中非常出众的一款 所以如果你正在选购一款指向音麦克风的话 不妨关注关注这款999元的Trackshot 最后也感谢科马寄来了这样一台很有意思的产品 供应进行测试 OK那么这期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收藏转发 以及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